他會告訴你說 哎呀沒有辦法 來追我的都是已婚的啊 所以我只好當你家的小三 不是啦 肚子餓 但是如果眼前看起來都是一坨屎 那難道你會去吃屎嗎 為什麼我不能沒有戀愛 這童命盤上看不看得出來呢 當然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好 大家好 社會上有一群人 他always的希望要能夠談戀愛 今年的流年的軟洗呢 在植物的這個位置 剛好暗合了今年的夫妻宮 所以啊 今年是一個啊 很容易跟身邊的人 在出去玩樂的時候 產生曖昧關係的一個年份 現代的生活裡面 認識異性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 有一些人呢 他就可以分清我說 哦這個爛桃花 哦這個有問題 那我可以不要接近 我們會看到有一類的人啊 他算遍所有的命理師 然後呢 學習各種的課程 always的 永遠的要去解決 他的感情問題 你如果跟他聊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啊 他永遠就會很容易找到 不對的對象 不外乎呢 他會告訴你說 哎呀沒有辦法啊 來追我的都是已婚的啊 所以我只好當你叫他小三 不是啊 肚子餓 但是如果眼前看起來都是一坨屎 那難道你會去吃屎嗎 你也不會嘛 某一些類型的人 他的生命中就是很需要感情 事實上我們在教學中我們就告訴你 你這個大線可能都很容易碰到渣 你今年來找的可能都是有問題的 你知道今年有問題 或是你知道這十年又碰到渣 那你是不是可以選擇不要 在命理學的角度裡面啊 為什麼我不能沒有戀愛 是從命理盤上看不看得出來呢 當然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在命理的角度上面呢 分成兩個區塊 一個區塊是 某一類的人他對於你 就是有無形的影響力 他講什麼根本沒辦法拒絕他 那這個很有可能是因為 你跟他之間呢 你要從命理的角度來講 可能八字啊或是指揮的 盤上面啊彼此深刻的關係的時候 你無法拒絕他 還有一種可能的情況就是啊 你潛意識裡面 你就是覺得你是需要愛情的 你自己沒有感覺 可是你不自覺的就會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人類啊 他並不是只是靠我們理性的層面在思考 我們會有潛意識裡面 不自覺而法控制的那個階段 在西方催眠的角度呢 他們就是利用這樣的手法 去解決掉我們許多的問題 在上催眠課的時候啊 經典的案例呢 就是告訴大家說 什麼樣催眠會最有效 就是各式各樣 情人跟你說的甜言明 不斷的告訴你他有多愛你 即便他打你 但是因為他平常都在你腦波很弱的時候 告訴你他愛你 所以他可以把你吹眠得很成功 就命理學的角度來說呢 我們也可以從盤上面去看得出來說 哪一些人他在潛意識的狀態裡面呢 他是比較會容易去受到 這個感情所影響的 什麼公文會代表這個區塊呢 福德公 福德公呢 他的三方式陣呢 剛好會是財伯公 遷移公跟福西公 那你對於自己的潛意識裡面呢 擁有著一個 你沒有辦法釐清自己的情緒的人 會有很糾纏的狀況的人 那盤上什麼會有這種狀況呢 讓你永遠都擺脫不了愛情呢 這個擺脫不了的功課 當然就是陀螺星 陀螺在福德公 福西公 遷移公的人 如果公位內再加上各類桃花星 那往往這類的人呢 感情上面呢 他就會有比較大的需求 尤其當他的桃花星座很髮際的話 那就會更明顯會有這樣的狀況 不過既然談到潛意識 他如果容易被愛情所催眠 被各類田園蜜語 影響了他的潛意識的 理性判斷 通常也表示這一類的人呢 比較容易進入催眠的狀態 我們如果碰到這樣的客人啊 我們有的時候就會建議他說 也許你可以找一個好的催眠師 然後從根本上面 去修正你的潛意識狀態 讓自己呢 在碰到感情的時候呢 不再那麼盲目的追求 或者看命盤啊 很理性的用意志力來控制自己啊 愛情一直都是 喜歡算命的客人裡面最大的課題 一般的命理師往往啊 會用其他很多很多理由跟你講 就是潛意識業障啦 你跟他是什麼樣的緣分啊 各式各樣 可是實際上呢 絕大多數都是你自己的潛意識 在做碎而已 用命盤可以理性的告訴我們說 我們該做什麼樣的選擇 既然別人都可以催眠你 那我們當然也可以催眠我們自己 我們可以跟我們自己的潛意識溝通 讓我們自己脫離那樣的狀態 不再受到命盤的控制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找到對的人 我們終於要開放會員頻道了 此度可以更開 在會員頻道裡面呢 公開面不能說的 我都會說 讓大家可以有更多更多 學習的機會 更深度的東西 我們想很多的都有企劃 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啊 各位會員們 你們會想要聽什麼 你們會希望 我們在會員頻道裡面 會說什麼東西 讓我們可以更充實 我們會員頻道內容 等到我們會員頻道開多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按一下 別人 更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